这位女士有激进举动的倾向 没我的允许 没我的允许 别多不可以让她出来 好 宾凯 宾凯 对不起 女士 这是传方的规定 你找我啊 来 过来 我现在问你一下 我妈怎么就参加你的团 船票怎么买 护照是怎么拿到的 什么啊 装什么傻呀 这事你一个人办不了 说 我当然有办法了 没人帮我 我不想再跟你说第二遍 真没人帮我 你别逼我行不行我 我 我 行 我不逼你 但是你跟我说什么 老实话 你让我妈妈上船的初衷是什么 我的初衷当然是好的 你妈不是担心你 不想让你当海员 怕你有危险吗 所以你让她上船 看看你的工作环境 不挺好吗 我也直接去请她 没成功 所以才 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家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呢 你知不知道 人与人沟通的方式 要有一个界限 界限 懂吗 你什么意思啊 算了 都是我的错 什 什么你的错 是我先过了结果 我不应该让你搬进我们家来 这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什么这个界那个界什么 我只知道 人与人之间相处 要相互帮助 说实话 当初你让我搬进你家 我对你还有所改观 我觉得你这人看上去 好像不见人情 一张臭脸的样子 但是内心其实挺热心肠的 但我现在发现 我看错人了 很好 我让你失望了是不是 生我气了 对吗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最好不要跟我联系 你不要来干涉我的生活了 好吗 我没有干涉你生活 我现在不想听你解释这么多了 下船了以后找到房子 搬家 没事别联系有事 写信 谁给你写信 你干就办 好像我非赖在你家似的 不知好嘴 鬼 你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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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气死你了 你气死我了 有事 你气死我了 我愿意 让你消灭的人 但你能在乎我看你 他要让你消灭的人 跟着你 只想跟着你 我心意 只有你能够看命 你选择的路 没人看得清 海阔天空任由你 航行千万里 我选择的你 如何说的你 何时走的心里 只要和你在一起 谁 你猜 这个味道好熟悉啊 敬我们一炸相识 是你啊 上次就不好意思啊 你没有那里装筒了吧 你是担心我身后碰瓷吗 不不不 你亲爱的美女 怎么会碰瓷呢 美女 你眼尖为实吗 文生诗人嘛 你的声音这么好听 肯定是个美女 你一个人在船上走来走去 方便吗 好 不好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我以为你这样手里 会拿个拐杖什么的 这个啊 我 我对这个船很熟 我就光听声音 我就能指导方向 二十三不行 我就可以问海员嘛 你对这个船很熟吗 我是说 我经常坐海洋号旅行 对 老鼠磕了 你一个人 你也跟你家里人 但是这次我一个人 那感情好啊 那要不咱俩凑一凑吧 你说什么 我是说 反正我一个人待着 也是待着 自己瞎逛 既然我们都认识了 我就跟着你这个老鼠磕 我戴你的眼睛 你戴我的相当 好吗 等我一下啊 那你的香水真好玩 我的香水加泄厚 我去把书还了 看来我刚卖的这个戒指 真会让人生来运走 保佑我希望到了 这个世界上的真 最美的女生 好 慢点啊 来 好 你说 这里的还有多深呢 这里啊 大概五千多尹尺吧 现在集结不对 不然的话有时候 还能看飞鱼嘛 真的吗 真的 有时候还能看 飞起来的飞鱼 你知道 飞鱼在躲避什么吗 什么呀 人鱼 我们现在航性的 这边还鱼 都有人鱼哦 当然 人鱼不是 童话丽将的那样的 他们其实是修萌的猎手 他们会用歌声和美貌 迷惑过往地射一声 多沙水吃掉 不过你放心 我们的船 你看这么高对吧 人鱼也上不来 你 你还是小心点啊 上次有一个领队喝多了 他都差点翻下去了 幸福也被抓住了 不然的话也许也被吃掉了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我 我听川雅说的 我倒真希望自己是条人鱼 这样就可以不用退了 你这种大长腿多少女生都想要啊 你这种大长腿多少女生都想要啊 你眼睛看得见吗 我 我从你发声的高度 就大概能判断你的身高 你这种身材搭配的肯定是大长腿的 你是怎么一个人来了啊 就大部分的人来邮轮都是一家一家啊 什么闺蜜啊 跟团来的啥的 都很少有一个人自己旅行的 我一个人来怎么宴遇啊 你鞋带开了 你鞋带开了 谢谢 我帮你 他总会有故弯的痕迹 我帮你绑个蝴蝶结吧 不用了不用了 要不我自己解不开 阿姨 我是天悦 阿姨 我把行李给您拿过来了 我 阿姨啊 你真行 行李都给我拿来了 计划很久了吧 是 你倒是挺诚实的 那你跟我说说为了什么 我就是想让您知道 待在海上并不危险 像海洋号这样级别的邮轮 出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您儿子的工作环境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跟丁凯 到底什么关系啊 你是他女朋友吗 上次我已经跟你说了 不要再管我们家的事啊 否则 别怪阿姨跟你翻脸 我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阿姨 您的行李 你 怎么样啊 温儿啊 不行 没想到气息这么大 你们怎么也来了 这 我们这不是托你的福吗 是 对不对 天悦 行 你们可真行 合适火来忽悠我是吧 不 没有 没有 老皮 别激动啊 我说我们没有忽悠你 敢巧 寸劲 是 我跟你说啊 这个你也不吃亏 就这张票啊 自己掏钱得一万多呢 是 免费出国旅游 你还 你还不高兴 你上船来见你儿子 多风光 多张脸 对 你还不乐意呢 你看你看你看 我儿子长脸不长脸 跟你们有关系吗 不 我说老于啊 这话呢 可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是吧 对 我们呢都是邻居 那个我们不就是 不想看着你跟小凯啊 你们母子弄得那么僵 想让你们缓和一下 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个你说你爸 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放着这么好的日子不过 你干吗给自己长得不舒坦 是不是 就是嘛 先别说了 咱们吃饭去吧 饭餐餐厅自住的 特别大 是不是 你 你先去啊 我们还有点话要说 你 你先去去去 状况如何 不太好 我刚才 一切尽在意料之中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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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癌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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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两个屋走 好癌呗 好癌呗 好不用走 所以我必须立刻拿下 这里呀 就是海洋号总统套的 海景阳台 给大家开一下大海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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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那个 我 我是 你是那个房间的客人 不好意思啊 我走错房间了 走错房间了啊 你走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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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服务 我们以为你 从总统的服务 什么呀 这我刚在免税店买的 好 给我证明 给你看给你看给你看 你看哪 那发票不还 发票不还 发票暂时找 找不到了 请你追我 你走就走 真是 确实是梁小姐购买的 梁小姐 很抱歉 给您带来的困扰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买的 那不去 我可真是 自己出来玩一趟 花钱买花蛋 还没当小偷追出去 二里地 这精神损失 要是计较起来 你们怎么赔啊 那是 请问您是 梁颖珊女士吗 那不然我还能是谁啊 我是海洋号的 行政大副丁凯 我知道 给您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是完全处于 对您个人猜什么 我不猜什么做的 希望您可以谅解 我谅解 我谅解 你的工作我绝对理解 不过嘛 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我能不能跟你拍张照 蕙女士 你乃好吧 我没事 我就想自己安静安静 我为我之前 强制带你离开现场的行为道歉 没事 那也是你的职责所在 万一不怪你 但是丁凯也得为她的职责负责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丁凯派来的说客 你们这些年轻人 一个两个的 都在怪我这个大妈的 不通情达理吧 阿姨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 为什么会闹成这样 但恕我直言 至少在这个行程内 不要再让丁凯犯什么错误了 什么意思